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师傅是想告诉我们 成功是没有捷径的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去努力 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名利 到最后你会一无所获 如果你真正地喜欢相声 爱这门传统的艺术 你会发现 说学逗唱 其乐无穷 这身大褂才是最美的服装 传统艺术必将引领时代潮流 我们才是最强的男子天团 哇 好帅啊 大千世界南北西东 三寸舍四方带娱乐生平 直山轻摇探天西雅 春花秋月冬雪风 留着灿河听雨声 冷眼看浮生入梦 烟雨花飞龙啊 冷眼看浮生入梦 烟雨花飞龙啊 走过了三春六水 大海大江啊 看惯了灯红酒绿 是太阎凉啊 正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好 冲好汉你逞刚强 金银财宝梦荒凉 倒不如得云舍开心笑一场 愿诸位你们招财尽宝喜气洋洋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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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太好笑 我就完全进去了 我就觉得文化的那样太棒了 节目里说了你要火啊 你火了吗 还没有 还差那么一 净这 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节目啊 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个 就是传统文化自信的这样一个作品 就有人觉得说线太传统了 你看看现在唱歌跳舞 到我们认为 我觉得说线挺好的啊 挺潮流的啊 这是大褂很时尚啊 所以说就想让大伙儿 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喜欢我们的相声 不想说多少年之后 再看今天让自己有遗憾 就想对得起曾经我们的努力 继续努力啊